111年全民运动会10月8号开始将在嘉义县举办 运动会圣国也在9月25号下午由嘉义县长翁张良 带领代表团传递到基隆 由基隆市长林又昌带领教育处长杜国震 和官销处长曾知文亲自接下 两县市首长湘建欢 看到翁县长的一个认真跟努力 他开开而谈整个嘉义县 他的愿景他的破坏他的施政 所以五星级的这个县长 这个当之无愧 我相信我们所有嘉义的乡亲 大家非常有感 不管是从阿里山上还是到海边 我们都可以看到翁县长的团队 就整个的县政 他的各方面的区域的发展的均衡 在各个政策的领域都非常的完整 而且积极努力在推动跟进行 嘉义跟基隆是这样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就像又昌讲的 那我们彼此互相有往来 那我特别上一次 也特别来看城市博览会 来跟又昌学习 那又昌本身他就是读相关的城市规划 那所以我对又昌 对于整个都市的规划 跟想法跟格许啊 我认为在民进党党内 这些县市长 大概又昌是最优秀的 所以我特别来到基隆 来跟他学习整个的思考 市长林又昌应翁张良县长的邀请 更在基隆港边比赛射箭 为运动比赛的所有项目加油打气 两个人也互相行销 两个城市的美食小吃 欢迎两县市的好朋友前往观光消费 而嘉义县长翁张良 更是特别行销嘉义县生产的冠军咖啡 和价值不菲的哈密瓜 实际上全世界得奖咖啡里面 一季最容易得奖 那一季很贵 我听说在台北市 曾经一杯卖到一千两百块 基隆市长林又昌亲自品尝称赞之外 也表示到基隆行销咖啡就对了 因为基隆人很会喝咖啡 人家讲说那个咖啡有很浓烈 是这个农妆燕抹的贵妇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像 像是很年轻 然后这个化着淡妆 然后穿着非常轻盈的服装的这个少女 所以嗯 我这样行都可以啊 嘉义县长翁张良 欢迎基隆市民到嘉义县位 全民运动会的选手们加油 期间10月10号刚好嘉义县也会举办国庆焰火释放 欢迎大家前往观光 在嘉义县把钱都花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